大家好,我是爱之痛老高 之前每期包含命令行流程等视频发布后 总有小伙伴反馈 说找不到置顶的消息在哪 找不到工具命令行流程总结在哪 有朋友建议老高搞个博客 一是方便发布视频中使用的命令行工具流程总结等 另一方面 避免某些平台因为给小伙伴发送需求的教程工具命令行文本 他们需要推荐适合产品的连接而为禁言甚至封号 此处一万个字被一万匹草泥马拉走了 于是乎老高在小伙伴的帮助下 最近一周终于把博客基本完工了 所以这期视频我们水一下 刚好给孩子天天打印试卷作业的苦力激光打印机挂逼了 我们来折腾他一下 下面我们开始了 这台打印机是捡垃圾来的 06还是07年生产的惠普Laserjet 1022N激光打印机 其实就是经典的1020加了网络打印功能 这个型号也是业界出了名的耐用 能一亿维护价格便宜的打印机 他们为孩子打印各种试卷和作业 经常依次打百八十页 最多的时候依次打一千多页 支持网络打印功能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最近总是卡纸 在正常打印几张后卡在出纸口 拌拉纸 检查过禁止搓轮 吸骨 清扫了残留的碳粉 貌似问题都不大 我们随便搞达废纸 让它再现一下故障 卡住了 有拌拉 这样硬拽是拽不出来的 我们需要先把吸骨给卸下来 然后吸骨检查过 没有什么问题 这纸这样就可以抽出来 检查下禁止仓 也没有卡纸 只是在出纸口 我们顺便清扫一下残留的碳粉 这个就是搓纸轮了 用手搓一下弹性还十足 摩擦阻力还比较大 没有问题 根据卡纸的部位 结合搜了下网友分享的经验 感觉是电磁法有问题了 我们拆开看一看 拧掉左边一颗螺丝 然后用平口螺丝刀撬一下 就可以打开侧盖了 看一下这个侧盖 这个黄黄的颜色 才是原装的极壳 毕竟十七年过去了 那个曾经结拜的它 也有了岁月的痕迹 变得不那么纯真了 这根就是电磁法的线 电磁法躺在这 这根是电磁法插头 百招的网口 USB数据线插口 我们一会儿就给它卸下来 禁止搓轮在这里换 熟悉了它的结构后 就知道为什么它的故障率 使用和维护成本这么低了 电磁法由一颗螺丝固定 在这个位置 我们用螺丝刀给它拧下来 带自公司的 取下电磁法 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 这个开关铁片 铁片上原本有保海绵 已经老化没有了 只剩下破损的不干胶会导致粘连 影响电磁法磁吸和开关效果 我们可以选择更换新电磁法 也可以用铁供机的方法刀片伺候 毕竟原装的电磁法性能还是很好的 这里小心按住弹簧 慢慢的把铁片给拆下 弹簧两边分别有两个环挂在两个钩上 铁片上有另外一个钩 拆掉铁片之后便由我们操作 刮掉这层老旧发年的不干胶 如果刮不干净 可以用WD40或者95%以上的酒精来做溶胶剂 擦擦就掉了 我这里刮干净了 就不需要溶胶剂擦拭了 下面请出我们的老伙计电弓胶布 用它来替换掉原来保海绵的位置 把刮掉不干胶的部位保护一下 用指甲给它铝屏粘牢 粘完之后 保持整洁 然后覆盖好 下面装上铁片 小心把弹簧套上夹扣 另外铁片的钩子也给勾好 放入位置 试一下胎盒正常 然后给装回去 这个螺丝孔位对齐了 表示已经安装到位 拧上螺丝 用手晃动一下 已经固定紧了 顺便把这电源线 给固定到卡扣里 最外壳的两个卡扣 给套在锁扣位置 对齐后按下即可卡紧 然后把螺丝给拧回去 装回锡骨 插上网线和电源线 好了 这样已经完成了 我们测试一下效果 开机电源直灯绿色 没有问题 给小宝打印一份英语学习材料 试试 正反面双面打印 好了 可以看到卡扣的问题解决了 打印顺滑清晰没问题了 如果小伙伴们有部分类似型号 或者同源里的激光打印机 可以参考下这个方法 我这台打印机已经干了近4万张活了 除了稠点 打印速度慢点 还是很不错的 经济实惠耐用 下面介绍下老高的博客 这是博客的域名 鼠页 有置顶部分 然后是折腾分享 应用工具 会发布一些小伙伴们常用的 好用的工具 这可以搜索需要的关键字 下面是发布的博客文章 老高已经把往期所有的视频文章同步过来 Blog部分 同步频道视频发布 包含新品资讯 测试 评测 软硬件折腾 以及老高日常经验分享等 折腾部分 同步发布老高视频中用到的命令行 文字教程 操作流程 注意事项等经验分享文字版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个Intel核显直通显示输出的 点击进入 这里可以点击观看视频 下面有使用的工具 驱动 懒人BIOS等下载链接 代码部分使用了高亮 更加醒目清晰 方便 复制粘贴 下面由爱折腾的群或讨论组 仅供有兴趣的小伙伴 正规合法合规技术交流 应用工具为折腾常见的 好用的软件工具等分享 所分享资源均来自互联网公开资源 均有各自其作者和出处 尊重知识产权 相关设备和服务 请购买正版 博客文章的底部 可以填写昵称email来发布评论 仅供正常合法合规技术交流 其他如广告 非法及违规信息将被删除 请吸之 优惠活动区为促销活动资讯发布 在满足刚需的同时 又能省下真金白银也是好的 关注频道是老高的一些主要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关注 常用功能为朋友们经常用到的 功能外占的汇总 比如这个群晖的RAID计算器 看看几张盘组RAID集 适合自己的需求 爱折腾的讨论组 欢迎喜欢折腾的小伙伴 一起折腾了开心开心的折腾 特别鸣谢网站的部署和主题某版的使用 感谢疯狂的大叔帮助 我们都喊他骚书 他为很多定制化品牌提供了 建站外貌商场等全套服务 最后感谢小伙伴们 见证老高从零开始的新频道的成长 谢谢诸位帮助过老高的朋友们 致电和指证过老高的网友和粉丝们 支持和信任老高的诸位合作方 以及黑过正在黑 或继续黑下去的小黑子们 感谢你们的激励 以上都是人生经历中必可少的部分 有你们真好 老高将努力前行继续加油 为各位小伙伴带来更新更好玩 更用心的软硬件电脑数码 网络等产品的折腾和分享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这会对老高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